AudioJungle 没想过什么奢侈 然而俄罗斯的乌拉尔号 会让你大吃一惊 惊叹一惧 没想到电子侦察舰也如此奢疑 世航1989年服役的乌拉尔号 可以说是同类战舰中巅峰之作品 满载排水量达到36500吨 无论过去 还是现在 乃至未来都不会有出现比它更大了 同时 采用非常少见的动力 和动力 两座压水式反应炉 可以提供66500马力的动力 让它可以实现最高速度21.6节 其整体设计之先进 技术之高超 让人渴望不可及 即便在今天也不敢说 能够超越它 长期在港该线实际采用一艘 终止建造的基洛夫级巡洋舰的船体 由于船体庞大 安装有多种电子侦察设备 其中的最核心的设备为代号 珊瑚 无线电侦察系统 为苏联电子战技术的顶尖作品 由于拥有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 而且配备超级计算系统 具备判定1500公里以内任何太空目标的性能参数 根据释放出来的气体判断 弹道导弹燃料成分和核弹头热防护成分 只能闲置了该舰主要用作导弹把场测量船 以及监测和搜集其他国家导弹试验情报 也可以成为海上作战的旗舰使用 曾让美军认为是一个头痛的对象 可惜实际没构成什么威胁 原来自服役之后 该舰没能执行一次任务 原因很简单 技术太先进 步子太大了 造成了一系列的技术问题 一直处于测试中 没能真正实际 其实该项目本质就是摊大球先进 后果是代价太高 如果核算一下 其造价相当于今天的400亿人民币 极其昂贵了 以至于仅建了一艘 拆解前的破败样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该建生不逢时 没服役多久 仅因一根烟头引发一场火灾 这艘建成没多久的战舰竟然被烧坏 虽说损失不大 但是修理相当麻烦 且相当费钱 一时间因无钱修理 不得不闲置 没想到后果就是直接报废 苏联随后就解体了 俄罗斯海军即便再怎么喜欢 也是巧复拿的五米直吹 随后只能继续闲置 最终于2001年退役 2010年开始拆解掉